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很惊讶 我怎么到现在才受尽呢 我想这应该是神的美丽和恩典 今天可以能够跟我先生放心 一起来见证神的救手 其实我在十几岁的时候 在我来完全不明白救恩时就受了点水 那时我除了知道有一位上帝和主耶稣以基督以外 对救恩是模糊模式的 更不明白洗礼的意义 那时我以为说牧师为我受洗 会洗去我的罪 然后死了就可以进天堂 不以为是洗礼的仪式让我得救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洗礼 能够造成任何一位弟兄姐妹心中的疑惑 我完全确信自己很久以前就已经得救了 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救主 知道祂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虽然我不记得这个重要的日子 但是神会为我记得 感谢神让我明白 重生得救那一天 是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救主的那时刻 得救不是在受进水里的时候 当圣灵成为我们 为我们施洗的那刻 就有了永生 圣灵内住我里面 就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动工 帮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有机会受敬礼 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平安 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奋做的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护活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敬礼显明主救恩的事实 从今以后顺服基督的命令 凭着信心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 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神 祂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 谢谢牧师给我们特别多特殊的待遇的照顾 希望我们教会只有我们两个是这样 因为牧师师母太累了 谢谢一致的神为我们在地上设立的这个教会 这是在我们生命期间 特别感受到感恩的 非常感恩的就是有一个教会 我们的家人 谢谢牧师师母 佩萱还有丽小姐 还有所有的教会的家人们 谢谢你们的关心带导 付出和陪伴 因为有你们 我们才能在这里见证神的努力 谢谢上海的庆幸为所有的家人 谢谢神的 谢谢你们